香港以前是英國的殖民地 不過這些都已經成為過去了 我想說的是 貓貓可以在戶外居住和生活的社區 即是貓咪不一定是家裡的寵物 又或者不是沒有人照顧的流浪貓 而是在社區裡快樂地生活的動物 這些地方在香港不算多 而且要令這種社區出現 一點都不簡單 不是說將貓亂丟在街上就可以 不如我們就由嶺南貓的故事講起 我完全不記得 不過印象中我們95年搬進來 可能搬進來沒多久 剛才我以前在通知教育部樓下 可以見到一、兩隻貓 開始見到牠好像很厲害 沒東西吃 拿東西給牠吃 餵了一隻 又多兩隻 再見見旁邊的 Soul Science Building 又有幾隻 餵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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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餵到現在 頭頭尾尾尾十五年左右 我想差不多 那些人見到 喜歡餵餵了餵了很多 學生也有 社會也有 但真的 天天很普通餵 我想就不太多 早上我主要 早上我 晚上有一個同事 每天晚上 如果沒有問題 都會餵牠 都會擔心她 早上有沒有東西吃 晚上有沒有東西吃 其實要安排人手 可以每天很定時餵牠 其實都不容易 學生來說最難是暑假 暑假基本上不是住在那裡 宿舍的貓 可能是要靠暑假留在那裡的人去餵 你一定要找到人餵牠 其實都挺難的 譬如有一天我不是在那裡做 那又誰餵呢 學生又難因為牠都讀三年書 我們現在開始近年兩三年 那些學生組織了貓社 有些事情他們可以做得到 又做得挺好的 譬如他們開始 整個community對貓 或者對寵物那些的想法 他們又會為一些 譬如我們很出名的小虎 整個嶺藍上至校長 下次公友都認識牠 我們去過生的時候 他們又會說牠做一本紀念冊 那裡其實是 都帶出很多人 和動物 和世界感情那種關係 我覺得挺溫馨的 要搞貓咪直民地 一點都不容易的 嶺藍貓好像生活得很快 但是都會有很多的問題 譬如在社區裡 是不是有很多 像桂華那樣的愛貓之人呢 牠們之間 是不是可以互相協調 共同照顧貓咪呢 同學最主要都是餵貓 通常見貓肚餓的時候 就會拿些糧來餵牠們 有時見牠們好像病 都會打電話給貓寫 或者貓義工 叫牠們帶貓去看醫生 上課和下課 那段時間其實 還有因為長期 都會有貓貓糧 基本上見到的同學都會餵 我想就算我認識的固定 都會有十多個 但是放假的時候 同學不在這裡 就沒有人餵了 有聽過說會有一些職員會餵的 但是也不是很常 會少了很多 還有因為他們不會上到宿舍這邊 其實有時偶爾回來 就會看到宿舍這邊會很餓 然後下面那些就會吃飽了 現在在嶺南 大概有100隻貓左右 但是貓不斷地繁殖 會不會令到校方管理層 要趕著那些貓呢 可以是有一些 比較大型的方法去做 後來我們跟動物協會那邊 有些聯繫 問他們WISE究竟是怎樣做會最好 其實他們最主要的想法是覺得 其實如果你捉走牠的作用不是很大的 因為捉走牠又會有另外的貓來 反而是如果你在這裡幫牠做了鑽肉 你控制了一定的數量 因為貓又有地盤 沒有其他新的貓進來 可能這樣是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後來有一次我們聯繫了學校 安排了一個都幾大型的 找了一個手術車來 有幾個醫生 有十幾二十個義工 都鎮容幾頂盛 就來一天 我們之前就出了E-mail給所有的staff 學生 大家不要圍貓 餓牠幾天 因為你要餓牠幾天去捉牠 就找了些龍回來捉牠 一天 我覺得我們第一次最大型的operation 好像做了 其實我不記得 我想八九十隻貓 就是幫八九十隻貓捉了肉 然後就 因為我們每一次就記錄下牠 在哪裡捉牠 然後做完捉肉 就放回牠在捉牠的地方 然後觀察牠幾天 都幾OK 所以 社區裡面的管理機構 是不是對動物友善 是很重要的 也都很難得 在香港 暫時只有領南大學 這個這麼穩定的貓社區 也都成為了領南的特色 還有 全港最大的動物保護組織 愛護動物協會 都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他們的計劃正式的名字 叫做 貓隻領域護理計劃 澳湖動物協會 又為什麼會有這個計劃呢 其實 香港又有幾多個貓咪殖民地呢 200年前 我們剛巧有個獸醫 去了美國一個動物conference 會議 在美國聽到有個 叫做 先捕捉後鑄肉 再放回原機隊的計劃 而獸醫回到我們的協會 就覺得 香港應該都要推人這個計劃 因為貓隻如果不做鑄肉 就會不停地生嬰兒 有時媽媽駕駛的嬰兒 也會有機會將病菌 駕駛到下一代 所以我們希望 可以減低貓的數目之餘 亦可以提升貓隻健康 還有他們的福利 其實香港因為那個地方比較小 還有我們相信 因為中國人有些思想 貓可能可以自暑 所以我們發覺 在屋苑、學校 甚至乎懲教署的監獄裏面 或者是石虎州的解讀中心 都有打電話來問我們 可不可以幫牠手閹些街貓 所以我個人覺得 香港街貓是無處不在 其實因為流浪貓的特性 就是牠們只會相信那些餵貓 即是餵牠的人士 或者是熟悉牠的人士 所以整個計劃都很依靠 或者是很意義工上 要幫忙 餵貓者也好 或者是熟悉地區上的貓者的人士 來參加 還有政府過往的資助也不太多 再加上始終這個問題 聽起來就好像一個動脈問題 其實牽涉到一個社會的問題 這些流浪貓從哪裡來呢 都是人為 或者有時有些店鋪 養了一些動物 不做鑄肉 又得牠到處走 叫放養形式 變成三對一鬥鬥 所以困難是挺大的 而牠最大的阻力 亦都是來自一種 城市人的管理主義 例如很多的物業公司 管理處 甚至是政府下的康民處 都不太支持這個計劃 很多時候 義工幫隻貓安排做了鑄肉之後 康民處或物業公司 都不容許義工 將動物放回原居地 這個是計劃最大的障礙 其實很多時候 動物才是那個地方的原居民 是我們城市人進去佩佔了他們的土地 去蓋房子 去發展 我們容許他們住在那裡 其實是理所當然的 而一個正常的社區 其實除了人之外 是應該有其他的動植物的 如果有朝一日 社區甚至城市或地球 只剩下人的話 其實這個已經不是一個和諧的 或是健康的社區 人類也不能夠脫離其他的生命 而獨自地生活下去 CCCP的計劃 相對於餘護處的 抓了他們殺 當然是比較人暴 或者比較仁慈 相對而言 但是我們也要留心 如果有朝一日 唐貓唐狗都絕種 或者只能夠在動物園看到 其實這個都是人類的悲哀 其實貓咪殖民地 嚴格來說 是我們現代人類 尋找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去和動物相處 還有 都是令到我們這個社區的文化 更加有人性 和更加多元化 干用牽或高高的 Overall 去向大臣 做保證 不錯 在那個人 一 grad 運到 時 造 leaks 거는